半夜起床上厕所 在冬天许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流汗量减少了 所以水分要排除就大概都是以尿液为主 所以跟夏天相比的话 那不管男女呢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晚上产生的尿液也会来得比较多 我们人体的感受到冷的时候 也更容易会促进我们排尿 那也可能因此会导致我们夜尿的次数变多 排除疾病因素后 可以在白天多运动流汗 睡前三四小时减少水分摄取 同时搭配泡澡增加排汗 我们泡热水澡也会慢慢出汗 那是你慢慢放手 慢慢进度休眠的时候 那可能晚上的尿就会比较少 此外中医师也指出 提升身体穴位的温度也能改善 有需要的时候就用到暖暖包 肚息下面气海关元穴那些地方 到齿骨这一段这个区间 那另外一个就是相对 它后面腰的部分 用暖暖包时要注意安全 避免直接接触皮肤与伤势间使用 若咽尿的症状严重影响生活 还是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大约新闻 黄仙国家序台北报道